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很開心請到K姐上來 大家看到我們現在用Zoom在聊天 為什麼今集要上來呢?首先有兩件很開心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K姐終於回歸了 林農咖啡粉查座,專注自己祖傳的生意 這是我們很開心的,雖然沒有再跟網紅餐室去合作 但是我覺得專注在自己的生意上是絕對一件很開心的事 是嗎?對嗎?K姐 是的,我同意,只是分身不下,兩邊都是力不吐好 所以作出這個決定,我覺得都是明治的 更加也要祝福網紅,因為華哥那邊都是做得很出色的 不要說別人了,因為一會兒會討好別人,不好意思 我們自己這一邊也真的要專注 有一句說話叫做力不道不為財 原來你這個人不要放那麼多時間在這裏 其實有很多事情真的可能力不提做得沒那麼好 嗯,這個絕對是的 另一件開心事就私人了,抱孫吧 是啊,K姐做了媽媽 我的孫子已經是超過四個月了 原來臭孫是比臭兒子更開心的 很開心 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喜遇,真的很開心 是的,容光換化是不是 現在真的棒了 真的很開心的 這個鐵一杯的事實很漂亮 是的,我都說了 我和K姐都是姊妹來的 很多時候我幫得手就幫的 其實還有第三件事,她就受了兩大媒體的採訪 邀請她 兩大媒體的採訪和邀請 其實也挺厲害的 我也在這裡恭喜她 謝謝,謝謝 是少數人裡面,她是獲得邀請 受邀訪問的,還有會拍紀錄片的 我們當然開心,因為從2019年開始 我們都知道K姐 其實真的為香港做了很多事 也有很多人做了,但是很開心得到大家的認同 當然有很多人做了 例如大衛生 我不是,我只是問你 其實我覺得我是僥倖的一個 因為剛才你說的,兩個大台都邀請香港很多人 去訪問這個25週年回歸 因為這個25週年回歸的確是一個城市 我很榮幸地兩個大台 我都成為被訪者 所以這個我也自己內心是值得開心的 這兩個大台我們就不說什麼了 不開名,好嗎? 好啊,到時希望 一出街,希望大家多多收看 沒錯,就是一個國家的大台來的 所以在這裏恭喜K姐 謝謝,謝謝 真的很開心的 因為25週年 我們50年不變 走了一半了 是不是? 一個新的時代 就好像李家超先生 李Sir所說的 我們已經經歷了由亂到智 現在是由智到興的那個階段 我們現在要做的時候 為什麼由智到興這個階段 我們應該怎麼走呢 其實真的很值得回顧 是不是? 還有的時候 我們看到 TVB也有一個節目叫 星身相識 是不是? 星身不識 這個節目 也是非常精彩的 我們覺得 大家如果有機會 應該看一看 這個節目的 一些內容 其實可以讓大家有更加深切的體會 這個就是說 我們未來的香港就一定更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對啦 我想請問一下 K姐我看到你就很開心 笑容滿面的 放下心頭大石的 而且還可以對未來創造前景的 為什麼要這麼說你的心路歷程呢? 我想聽聽一下 其實真的是 剛才你告訴我 李家超說得相當相當之好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 的確確經歷了 由亂去到自 現在我們的心路歷程 就開始 究竟我們用什麼 去由自 去走到去興呢? 我們其實真的要花點 努力 或者希望大家 繼續 調整自己的心態 其實我這兩年來講 令我自己成長了很多 好像這兩年來講 走了很遠的路 也都在人生裡面添了很顏色的色彩 這個是真的 我以前可能是真的 迎刑逸逸 做一個好香港人 黑苦內勞去做的事 但今天呢 我覺得原來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 還有做得更加多 其實我希望香港政府跟我們一樣 我們是有能力的 但是有能力之餘要記住 我們要盡力 有能力如果不盡力 其實是代表你的 所以除了政府之外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每個人 都是要有這份心的 要有能力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 但是有能力之餘 但是如果你不盡力 就是兩件事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 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量力而為 去配合政府 配合香港 以及將自己的人生做好 我開始就覺得 有很多事情我開始會作出決策 究竟我又嘗試一下 好像我之前衝出九龍 發覺到原來分身分下 我立刻又做一個決定 回到自己的茶餐廳 好像現在這樣 我內地呢 又去到那麼遠 但是我兩年的確沒有回去 但是我自己反思自問一下 現在其實不是沒有人讓你上去的 只不過是你自己不上去 他不是閉關 他只不過是要隔離的 所以我要在這裏 要落一些心思去想一想 那我不要白費 如果就算我上去逗留 一星期至兩個月的時間 我究竟怎樣去運用 不是說就這樣走上去玩一下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浪費時間 在人生添多一點 更加多的色彩 為社會為國家去做多一點的 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 為國家添一尊一雅 我們要留住國家的血 最初我看完之後 真的有一些骨鼻 但是漸漸走了這兩年的時間 我們發覺到原來我們的根 是祖國 我們漸漸覺得很舒暢 還有很有心情在裡面 這個是我自己這兩年來有一個改變 這個是的 因為我們感受到 從2019年到現在 我們愛國的心是很堅定的 因為你有經歷過才會成長的 還有李家超先生有一句說話 我們覺得是 他講得很好的 就是 我們應該是以結果 為目標有方向 是吧 還有我們一定要講求 那個團隊的精神 如果 你有結果 這件事 我們就會做得好 例如用KPI的方式 去令到整個政府系統 是知道我們的職效是怎樣完成的 這個是要達到的 還有不會經常說我 我怎樣 我想怎樣 我是其實最關心香港的 而是說我們的團隊 我們怎樣一起合作 怎樣團結 去令到香港更加好 這個 絕對是一個新景象來的 所以的時候 我也很支持K姐 就是回來內地 現在真的要滴起深江 回來內地 是呀 因為一切就已經塵埃落定了 是不是 喂 還有 我們看到強哥 一哥錢一哥到你店鋪了 是呀 很開心 在這裡 都借助這個平台 衷心多謝局長 他在臨我們的韓店 因為他每次都給我一個很大的支持 因為他是一個很煉舊的人 坦白說K姐根本是一個小市民 當我們在2019年黑暴事件認識之後 但的確成為朋友之後 其實今時今日以他的身份 或者他的忙碌 根本上不需要再兼顧我 但是他很好 他一有空空的時間 真的他自己可以的 他都仍然是當我一個朋友 這句話出自他的口中 我說我真的沒想過你會再過來 他說不會 我們是好朋友來的 這句話我很動容 我覺得一個煉舊的人 我們要去學習 人是不忘初心 不能忘本 他是能夠做到 其實他不需要他再來 大把地方去大把地方吃東西 所以我覺得局長是一個很煉舊的人 這句話絕對是 我覺得這句話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煉舊就證明他有情義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聽說了 K姐最近你受到抹黑 你說這些布甸的東西 是人家透過你送給警察的 警方這麼大 我也收到一些消息 就跟我說外交傳到我耳朵裡 其實K姐三萬布甸免警心 就是一個生意 你乘下三萬布甸收二十八塊杯 我就找了大筆錢了 我現在就送了二萬一千多 還有八千多美元吃 但是我一個很有信心 也是對得著天地良心 也都是很多人 尤其是是贊助的人 坦白說近期 就是一個翁先生 不要說名字 他就贊助了一百杯布甸 其實每一次如果某某贊助了布甸 我就會去到現場告訴他 這一百杯布甸是翁先生送的 甚至會寫一張心意卡 拍一張照片 這是一般的事實的 還有如果我這次送去警署 我拿著三百杯布甸去送 但是我計算這三萬布甸免警心 我只是計算了二百杯而已 咦 為什麼呢 有些人就跟我說 K姐你明明送三百杯 為什麼你說 因為我們一條數計算了 我做了多少送去警署 他說你送了三百杯來 為什麼你寫了二百多 我說那一百杯不是我送的 是不歸於這三萬布甸免警心 連那些警察都很意外 他們說不用了 不一樣的 我說如果這樣就變成一個生意 所以我是對得住天地良心 但是如果背後有人這樣說 而讓我現在聽到 我覺得希望大家要問清楚 或者非 你定了音 K姐定了音 是 你說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因為不是我的 我不會拿別人的錢來自己去 沾自己的國 我不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是很均真的 還有的時候 我們看到你有什麼大計呢 你這一段時間你就不會上來內地住了 是不是 我知道你的餐廳裡面 有很多新的產品出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因為疫情 證明我真的不是坐以待敗 坐在這裡等的 疫情的確有兩個月 近兩個月的時間我關門的 那我就希望 究竟我怎樣可以再做好一點呢 無論在我的地方擺設 或者是我的食物 我就花點心機的 但是最重要呢 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不出這些 為什麼不做這些 為什麼不做 其實我們要兼顧很多東西 第一在牌照裡面我們合法 我們的牌照是小吃牌的 我可以做到什麼 第二呢 就是我的能力 鬼不知道 我弄的椒鹽奶料出來 可能也有人吃 我懂得做才行的 所以我做一些 量力而為 用最大的努力去做到 所以我在這裡就很感謝 我是承知一位大師傅 那現在其實他是 一間大的集團裡面的總廚來的 那他將自己的避世豬手呢 就用時間去教給我 那我就用了兩個時間 兩個星期時間去學習啦 因為我們的地方不同啦 火爐不同啦 火候不同啦 所以我們要慢慢摸索 究竟是要時間上呀 業績上呀 因為人家大財團 可能一元一元幾十磅 跟我們每次一元十磅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要花點心機 的確換出來呢 回憶很大呀 但是很多人就說 慢燦啦 其實這些是慢燦 你不是相信吧 但是不要緊啦 就是有很多人說 如果不好吃他不會寫的 所以我太感謝大家有心 告訴臉 的確很好吃 我很感謝大家支持我 嗯 我們有空開始片視頻 一集 看一下怎樣好吃 過來試試一下 要呀要呀要呀 豬手啦 在淮 Largo方面 我就增添了一些 奶油豬仔包 菠蘿油 餐包炒蛋 很多人 nasal 財寶 坦白說,來到外面茶餐廳,健康就在家裡吃 我們已經盡量做到健康的 如果不是外間,每一刻我說 吃完這些東西都不健康 所以我都不再理會這些 我是很用心做的 每一個麵包我看得很透徹 每一件事我都希望很努力 但有時候有些客人看到 吃到很不同,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他們從中感受到 這是最好的 我覺得大家看到 當你認真做一件事 其實那件事就一定會做好它 不會令到大家覺得失望 好了,有些什麼可以再分享一下 你最近的生活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聊天了 真的很久,第一,大佑老師很忙 其實回到香港之後,我們也是見過一次 真的,她的忙碌 我真的覺得,我很開心 因為她都收了時間來銀行品 第二,我連她走一段 想跟她吃飯的時間,我們都沒有 但雖然去到澳內地 我有什麼事呢 大佑老師第一時間都站出來 支持我 無論行動上,精神上,內心上 她都給我很大的鼓勵 因為她的確 有時候想不通一些事情 我也很感謝你,大佑老師 在這段時間 因為有時候 人總有一些情緒 總是過了 很感謝你 讓我同步 走過了 疫情裡面,我面對很大的 因為我看到香港 事實上是 疫情制約非常嚴峻 但我都願意 很多人問我 我孫兩個月 我有個八十幾歲的媽媽 但為什麼我都會走出來 做很多抗疫的工作呢 其實我都是逆避而處去想 那需不需要呢 因為有很大的風險 但我就跟自己說 只要我很小心 很小心 我相信這件事情可以做好 但是當我參與了很多 送去一些堂樓 或者基層的家庭 或者單身人士的家庭 那我的內心感覺到 很大的鼓勵 原來我這次出了這份歷 是有很大的作用 原來人家看到你 拿個檢測包 或者拿個物資 他們收到的心情會很開心 那我自己就好像衝了電 那這些叫做人生觀 什麼世界觀 價值觀 那這些讓我們的三觀 走得更加好 更加成長得正常 更加健康 所以我自己很感謝 在這裡要感謝高Sir 說真的 因為高Sir的安排上去 都真的花很多時間 那無論哪一個人 都做得難的 坦白說 運輸又難 交包檢測包又難 但每一個人希望都要耐心忍耐 永遠都是 剛才你說得很對 我 我 大家想想 是我們 不是我 我們團隊 不是要人數 我們要質素 人數多是沒有用的 質素多好就不同了 團隊就自然好 所以 所以就有一個 就是我自己會謹記 我們經常檢視 我們如果想成為一個 素質好的人 我們不斷要檢視 就讓世界會越來越好 我在這裡也想和大家說 大衛生的台 因為有很多他的粉絲 每一次出現台 大衛生的粉絲都很支持我的 林小姐 莫太 很多我剛剛講漏了 大家不開心 他們真的非常非常支持 每次都遠道而來 我有些什麼新事 他們都大力支持 但原來還有很多香港市民 都不知道銀龍咖啡茶座 是跟外面銀龍茶餐廳 是沒有關係的 依舊來到之後 K先生我很支持你的 我昨天才去吃個豬頸肉飯 這樣 我當時暈倒了 原來到現在 其實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應該是嘗試做得更加明確一點 因為不要阻礙別人 偷了別人的光 這裡我又要寫著買廣告 所以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 獨一無二 對 對 雖然我是一間小小的家庭式餐廳 但是 我真的是獨一無二 是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 要去的時候 大家去郵堂地鐵站那裡 走過去就可以了 是嗎 是 是 也不是太難 其實方便的 有些人說 你原門很遠 我去哪裏哪裏 就方便很多 但不要緊的 百業興旺百花一起放香港才會好的 所以 你光顧哪一間的藍店 KK一樣開心的 因為吃東西不是吃一次的 是不是 你今天吃完我明天吃它 大家都開心 可以光顧空姐 可以光顧姚哥 可以光顧楊明 又可以光顧網豪 其實大家都開心的 不是說你 喂 你不是吧 去它不去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 因為 永遠都是 這塊餅很大的 我們大家一起去分享這塊餅 這樣才是好的 嗯 沒錯 那你最近在做什麼 除了新菜單 還有一些學子 做豬手 透酸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其實 其實 因為拍攝方面真的很忙 因為 我不是說香港不認真 因為內地團隊他們 真的在北京隔離 在北京飛過來隔離了 然後才來找我 非常非常嚴謹認真 在第一天開會 第二天採訪 第三天拍攝 第四天補拍 你想想 一個台已經做了你四天了 第二個 我接受兩個大電視台 八天 是超過了一個星期 那我相當之忙碌 我們是由早上七點鐘 拍到晚上七點鐘 拍到十二小時 那我真的都會忙的 那很多客人呢 都希望體諒的時候來到 就是我希望他們大家明白 為什麼K姐出去了 希望大家都體諒 那我希望 整個社會是做得好些 我走出來可以代表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的身份呢 是代表香港一些基層 我們是從小生意去做到現在 我相信K姐沒有什麼能力做到很大 因為我的理念也都不是這樣 我曾經聽過老人家說的一句說話 做多一間不如做好一間 做多一間不如做好一間 那這句說話呢 因為裡面語重心長 所以我就要去希望 但是銀龍咖啡茶座 深圳你明明就做多一間 但是你要記住 那間是銀龍咖啡茶座 那間的確是我自己的店 我現在這一間 李玥門也是我自己的店 而李玥門上面那間都是我自己的店 我弟弟有幫我打理 所以呢 是兩件事來的 和我以往分析出去 嗯 所以清晰是最好的 不過我又很希望看看K姐的拍攝如何 應該大概7月1日左右 是不是就會 哎呀很聰明啊 是嗎 大衛sir你會知道 那我透露一點點 因為其實兩大台 都是用這個25周年回歸 那究竟我們香港市民在25周年 其實50年不變的確就走了一半了 究竟我們很愉快 坦積的心情就是期待呢 那我們就分享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在這25年裏面我自己的改變 由1997我們回歸 回歸祖國的懷抱 到今天我們開始走了一半 期待之後的25年 又是見什麼事呢 我覺得 很精彩啊 我覺得 因為他們的問題呢 令我在這兩個星期裏面 都對自己一個反思 啊是啊 究竟我怎麼去看這件事 那很好啊 我自己很期待 大家收看吧 你看回1997年的時候 我們都是電視上高 看香港回歸 對吧 我們不是好像一些重要的人物 那就可以上台了 但是對於我們每一個香港人來說 回歸歸日 是真的令到我們感覺到 中國真正開始強大的時候了 那這25年裏面呢 我覺得風風雨雨 尤其是的時候一班高級華人 我們的高級公務員 其實就受了很多英籍時代的影響 是的 其實我們覺得到現在 我們經歷了這25年的進程 是不是應該會有一些改變出來呢 這些改變就是說 我們真正要了解 我們國家是怎樣 而是一種從心的回歸 從心裏面去真正做一個回歸 這個我一兩年前 我其實就已經說了 香港還未算真正回歸 大家看到 目前很多情況 同意 香港是未算真正回歸 你說中了我們的心情 的確1997年7月10日回歸 但是從來是沒有回歸到的 因為人的心是未萌芽去回歸的 但是因為這個第一關事實 我們不能夠去說 我們說 我們其實 156年被英國殖民地統治 我們怎麼會是有 就是我對著 這句說不說 但是沒有中國的心 如果我告訴你 有我都是騙你的 因為我們沒有接觸 我們沒有了解 但是人很有趣的 你的根是你的祖國 你漸漸有一種 九七好像沒有關係 但是的確你的心 就是覺得這一場是一場勝利 我們中國今天是勝利 第二就是 我們回到我們母親的環保 我們不用寄人離下 你會走這種心情出來的 同不同意 我們不用寄人離下的 是不是 好像有些人說 我們將香港分架出來 我們現在其實是同一天 我們是一家人 很多人說 你要回大陸 不要再回大陸 香港都是大灣區的一份子 是不是 只不過 地方是很大的 有人說我不回大陸 其實你在香港已經是 內地的一份子 是不是 因為我們根本是屬於中國 你不要把自己分割出來 你每次都要想 咦 是啊 所以 在這裏 我當時也有表達出來 希望大家收眼 賣個關子 是啊 這個絕對有深的感受 因為我現在在內地中山 我真是深切地感受到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隔閡 我們都是中國人 你現在在哪裏 我想問 我現在是中山 哦 中山 是的 寄一些石棋乳甲下來 很難寄 寄下來也不好吃 你上來我請你吃好 剛剛大家聽到的 大衛老師請我吃乳甲 是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最近很多網友上來 有些人在英國那邊 回流到內地的居住 養老 我剛剛和你做節目之前 和兩位老人家去吃早餐 因為大家住在附近 其實這些生活是我們所想的 你會看到是很親切 太好了 就普通小市民 在一間普普通通的腸粉店裏面 吃早餐 吃粥 喝豆漿 這些這麼簡單的生活 其實我們真的需要 我們現在內地最喜歡的 就是你的幸福感 和獲得感 你真的感受到 在內地生活的一種 是悠遊自在 我可能是比較忙 因為無事忙 你也知道 很多事情要做 有時候想不到 但是的時候 都做得開心 但是你看到這裡的人情 比香港濃厚很多 那對於 我想問你和你兒子相隔 是不是在延日中山和你兒子讀書 不是 他是去寄宿的 是的 逢星期一到 星期日晚過去 星期五就接他回來 他去寄宿的時候 其實我就在這裡工作 他回來的時候 我就繼續工作 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他習慣嗎 他習慣的 他是很開心 只是在內地生活 而且他在讀書 他感受到和香港的教育 完全不同 因為那種不同是什麼呢 內地的教學 是比較人性化的 人性化是什麼 他學的基礎知識很多 而且他不需要去面對 內地那種高考的考試方式 所以的時候 他在學習上 他是覺得 可以比較優柔自在 盡量去吸收盡量去理解 其實你要請你兒子 去講一課 這個分享 這個真正的感受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去內地讀書會不會層次低了 去內地讀書會不會是 追不上 所以挺好的 有跟我說過 在內地讀書 讀完初中回來 香港去高中讀書的時候 因為初中三年 你是很有機會變成學霸的 嘩 那會不會追不上 如果一個到去 要讀第一級數呢 要看情況 其實你要看學校 有些學校真的很高 因為內地的學校競爭很大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要考大學的分數要極高 但是因為港澳新 其實有一個比較優勢的地方 就是他的分數相對來說 要求不是太高 因為他排另外一條隊 這樣對港澳新 有優惠 所以時候他的成績 就不需要逼得這麼緊 而且讀大學相對來說 是有一個優勢的 這個很感恩國家對香港 是呀 我覺得連他們這一方面也很窩心 其實就是一國兩制這件事 因為他不用你馬上回來 跟著一黨堅勝 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想了這件事 好像你剛才說 連學校也有另一條隊 他們顧及到很多很多人性化裡面 顧及到很多感受 令我們慢慢行善 慢慢融和 其實國家正在進步 我們感受到 他們對人民的一種 心思做得很好 包括醫療 包括教育 以民為本 以生命為本 我覺得很感動 還有退休生活 退休生活的時候 真的 如果你在內地 一直在供一個社保 社保是極度 可以令到你生活很優勢 保障到你的晚年是非常優柔的 沒錯 而且醫療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我在我的節目裡跟大家談過 在醫療上 在香港我們買一份保險 我這樣的稅數 2000元一個月 是不是 普普通通 但是在內地 2000元一個月 你分分鐘可以加4年的保護 就是醫保費用 2000元可以加4年 即是平均每年是500元左右 是吧 是真的 這個是真人真事 我已經申請了 我已經申請了 而且整個醫療系統是做得非常完善的 你看醫生 你無論是有什麼病痛 有什麼問題 你身體有什麼狀況 中醫院也有 西醫院也有 其實大家共同的 你在整個生活環境上 你是很不同的 這個真的要感恩 就是我們國家 對香港人的支援和痛惜 我覺得 大家一定要多了解 才會知道 要啊 所以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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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要搭火箭 坐車也要慢 是呀 沒錯 你真的要上來體會一下 整個生活 我一定要好好安排一下 我和我的夥伴要談一談 因為他都覺得 我說我上來 他說 我怕浪費了你的時間 這句說話又退回來 我就想了 他提醒了我 我要安排好一切 我已經很快就過了 時間 你要告訴別人 我上來 我要上來兩個月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可以見到誰 我可以安排到自己 可以自己增值到些什麼 如果不是要上來旅遊 就沒有意思 是嗎 現在 我覺得不是現在這個時間 是旅遊 是啊 不是旅遊的 其實是有很多事情 會安排的 整定的 真的有很多事情做的 還有我們肩負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 我自己覺得 我們肩負的責任是 我們是 作為香港和內地的一個溝通的橋樑 讓他們所有 我同意 別人稱呼我們就好 因為我們的嘴巴說出來好像很默 有很多人都說 因為2019事件 內地人 內地的同胞 可能有一點 對我們香港人 開始有些生意 有一部分 但是 你說得很好 但是他們很喜歡 我們 有些 叫做 我們叫做YouTuber 我們自己 但是我們 正正可以把他們拉近一點 其實不是這樣的 整件事不是這樣的 是一個橋樑 你說得非常好 讀書人是不同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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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知道 原來香港人 都是這麼愛國 愛港的 尤其是愛護自己的國家 愛國人士真的不少 我們要傳達一些訊息 還有要把內地的情況 很如實地反映給香港人 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因為國家為我們付出更加多了 有句話 我們說得很好 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 問問你自己為國家做了什麼 對 我覺得這句話 真的可以讓大家思考一下 這是我自己親身的感受 好嗎 好 記者有什麼要總結 有什麼要總結 時間差不多 是啊 我也很開心 今天上來 可以將我自己的新品種 新推出 還有慢慢 還有交代了我和網紅冰室 分枉了之後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他們 所有事情都交代得七八八 我最開心就是 再次上到大衛老師的台 最後想問問大衛老師 有什麼辦法可以瘦身的 有什麼辦法可以瘦身的 上來健康生活就可以了 我也瘦了很多 我又開始 我回來後肥料是幾十個 但是上來真的很健康 你的生活是很健康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也是 令到我馬上可以快點上去 無論在任何環境下 保險又令到我想上去 幸福又想上去 健康食療又想上去 居住環境又想上去 大衛老師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橋樑 怎麼這麼說 我們做回我們正常人要做的事情 多謝K姐 好嗎 今天時間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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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